這個黃國昌老師就是最英明的啊 因為他知道他什麼時候要講什麼話 他為了是什麼 現在柯文哲跟整個民眾黨包含黃三三 整個都來來來啊 完蛋了 接下來如果他現在可以扮演好一個 對阿伯的案情都支持 默默的支持安靜的角色 接下來獲得利益最大的 就是他啊 對不對 柯粉這個白粉全部都滅完之後 小草全部都滅完之後 就變成是蒼粉的啊 所以他現在扮演的就是這個角色嘛 所以你看他居然公然說謊 剛剛這個乃瑜把這個記者 去讀陳佩琪的畫面都播開了嗎 都播出來了嘛 那個是大家去訪問你 你如果不接受訪問 你要離開 沒有人會擋你 可是你看他那時候是怎樣 戴著一個口罩 然後戴了一個演技 然後頭髮亂亂的 然後在那邊弄著這個手機 講話這個氣弱油絲 一個被欺負的女人的一個形象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說所有的媒體都在欺壓我 所以我因為這樣子而不能去上班 結果下一個剎那 就去喝咖啡 這什麼意思啊 而且他的咖啡很漂亮耶 很漂亮耶 佩琪醫師精神奕奕 所以都是假的 有花言風耶 對不對 還畫眼影還有口紅耶 眼鏡都拿掉了 是不是 口罩也拿掉啦 都很有精神啊 所以這一家人到底在演什麼嘛 把大家當笨蛋是不是 你第一時間你自己站出來說 我 他沒講我兒子 他說我就是要準備 幫柯文哲開小草咖啡 然後我先用 因為我現在還是醫師 還有公務人員的身分 所以我不方便 我用別人 別人的名義去開 對不對 而這個別人就是你兒子嘛 然後就被人家罵嘛 誰罵最大聲 館 館長罵最大聲啊 館長沒有說你腦袋有問題喔 你閉嘴好不好 館長都說這個要說啦 是嘛 結果所以因為這 為什麼柯文哲這兩天 眼睛都腫腫的原因 我相信他一定找了一個一個團隊的律師 好好的幫他把這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做的討論 所以陳佩琪這一件事情 會不會有事 會嘛 剛剛這個慶黃就已經講了 你讓 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這一件事情是小 但你涉嫌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這一件事情是大 十五年以上 或七年以上的重刑 陳佩琪如果不改講法 柯文哲如果不協助 我告訴你 比阿伯更少去土城的 就是陳佩琪 結果佩琪一跡絕城衝下去 是不是 結果這個亡命鴛鴦 一起在土城相見 然後陳佩琪來說 阿伯 文哲我先來這裡等你 我把你的床都鋪好 等你來睡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他們現在必須要去改這個講法 如果不改的話 對他們來講 當然事關重大嘛 那當然講說 到底小草還有沒有 這個林冠年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厲害的 他今天發了一個臉書 他說 這批粉很純 但是這批粉 已經賣血 淚經營五年的粉專 他把它賣掉了 小草已經跑光了 前天八月十三號 賣掉了粉絲業 昨天八月十四號 阿伯就被搜索了 柯粉真是先知啊 賣得滿精準的 對 而且他說賣掉粉絲業的柯粉說 阿伯氣數已盡 我們辛辛苦苦賺來的小額捐款 大手大腳的拍影片 裝潢都是市價的好幾倍 柯文哲就是陳志涵的傀儡 陳唯一的功能就是跟柯文哲搖耳根子 一個月就領好幾十萬 柯粉你五歲了啦 他還要陪陳佩琪醫師喝咖啡 陳佩琪醫師請假之後沒地方去 他要帶他去大道成 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啦 不過這件事情證實了什麼 柯粉確實已經在流失 而誰能夠把這些小草攔住 我告訴你黃國昌黃維吾元 扮演得非常好 通常這種事情啊我要講啊 不管是陳佩琪發生的事情 或柯文哲最近暴障的事情 如果發生在綠營 你想黃國昌會這麼溫良公檢大嗎 是不是還說做這一件事情 好帥氣喔 內慶德好帥直喔 蔡英文好勇敢喔 夏嶺這個不職業的獎金 這件事情好帥氣喔 好貼心會嗎 當然不會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他是非常知道 現在要扮演什麼角色的人 如果柯文哲滅了 現在民眾黨黨內 能夠撐起民眾黨牌子的 就只有他自己 所以他就等著等著 反正這兩個人已經溺水了 柯文哲 黃珊珊 兩個人都已經溺水了 我不要踹他 柯粉 白粉 全部都會移到我這邊來 他等的就是這個時機嘛 準備要接班與伯伯 已經與伯伯氣 就要出發了啦 女黨 上工 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狠狠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有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